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为什么千里迢迢要来到这个地方呢 主要他们借着医疗是要把主耶稣的福音传进来 在当时他们不仅提升了台湾的医疗 也怀着基督对世人的爱跟关怀 将他们生命跟青春奉献给佛摩萨这块土地的人们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让我们一起来缅怀他们 也让我们一起来寻思你是在这块土地长大的 你为这块土地做了什么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两处 第一处是约翰胡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第二处的经文是菲利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 这两处的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这些仙教士们为什么千里迢迢要来到这个地方 我想只有一个字 爱 但是让我们回想 我们人非常容易遗忘 你们曾经想过 仙教士们他们因为爱这个地方 因为爱来到这个地方 为这个地方牺牲奉献吗 我最近上上个礼拜 我受邀到世行大学 去跟他们教授还有博士生 去分享台湾的西医医疗 我趁机会行销我们张基十二个文石园区 上个礼拜 我受邀到陆基主日的时候 要我去分享 我分享了十二个文石园区 当时我问了在场的很多人 你们听过切夫之爱的故事吗 寥寥无几 说你们到过张基的文石园区吗 寥寥无几 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伤心 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要把这些资产 去行销出去 我不好意思问在场的 等一下又寥寥无几的时候 其实是还蛮伤心的 所以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行销这个部分 所以感谢神我们也跟张基的精神的委员会 我们把我们所拍的仙教士们的影片 十二个文石园区的介绍 还有最新才出炉的 等一下会让你看十二个文石园区的影片 放在数位学习网里面 有空的时候 当你觉得上班好无聊的时候 进去看看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这些仙教士们 他们默默的牺牲奉献 我想我们才有台湾现在的规模 有现在的医疗 有现在的福音 所以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 到处充满什么 自私自利的环境里面 所以借着今天的机会 因为我想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什么是一切的根源 什么是一切的根源 爱啦爱 爱是一切的根源 为什么 好 我们就是有这些仙教士们 爱的根源留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去成立张基文史园区 当我们在成立文史园区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们的定位要在哪里 所以当时候 我其实都是遵循着院长 你讲什么话 我可能要做什么事 所以他虽然骑着马 我也是不是骑马 可是至少也跑得非常的累 追得非常的累 所以我就知道 院长想要传递的是什么 张基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 可是我不愿意 他这个东西是口号 所以就开始筹划 文史园区 所以在 在筹划文史园区的时候 我心里想着 对 张基的优势在哪里 他的差异化在哪里 对 张基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 唯有 张基跟别人不一样的是 我们有丰富独特的 医学人文的背景 跟这些仙教士们 他留下来的什么 点点滴滴的典范 他们谦卑服务 无私奉献的精神 交织出多少个精彩 结伦的故事 所以 因此 我们就用这样的 点点滴滴的文化资产 我们成立了 十二个文史园区 你不要吓一跳 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一个企业里面 有十二个文史园区的景点 所以 我们都要感到非常非常的 荣幸 我们有办法 在这样的医院里面服务 所以 这些仙教士们的精神 就起始着我们 不断地去往前迈进 因为 我们拥有 这么棒的文化的一个资产 所以 我们把它凝聚成 十二个丰富的文化景点 所以 今天 我会带大家 我们 你以前没有去过 没关系 今天 我带你同友共享 这珍贵的 十二个感动的文史园区 让我们 借着今天 缅怀仙教士的 周会礼拜里面 我们一同来 实行崇高 他们崇高 奉献的一个精神 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感动来追寻 他们的脚踪 这个图 已经铺 铺成了我们的 十二个文史园区 我一一的 简单的跟大家 带过 你有一个印象 我们第一站 是张基创世纪念馆 位于中华路园区 在那里 我们摆设着 有早期的历史文物 还有一些器械 还有旧建筑 在墙壁上面 有苏德峰神父 所绘制的门徒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 原作 这是什么 张基的精神的发言地 第二站是 在我们第一医疗大楼 的卢家明 纪念广场 那里陈列着 有林宪德教授 成功大学的 林宪德教授 他所雕刻 门徒洗脚的雕像 当我接了 验尸馆的馆长之后 我去追寻 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雕塑 是谁做的 后来让我追到 这个林教授 我就去亲自去拜访他 我也恳求他 把这个耶稣为门徒的 这个什么 授权 签给我 他说 我说你没有签给我 我不回家 我就赖着 结果他真的就把这个 这个授权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大胆地去使用 我们的这个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 第三章 带入大家去走到 南大卫夫妇 切夫之爱纪念馆 这个是 这个地方 是我们 当时唯一的厌食馆 可是现在已经翻新了 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是 位于南大卫纪念教堂 我们独特的八卦教堂里面 在这里陈列的 许许多多 珍姬还有感人的故事 有珍藏非常多的 唯一的 都是唯一的 像唯一唯一的 等等你们一定要去看 没看真的是可惜 好 带入大家 做第四站 第四站是 张鸡宴史发展馆 也就在 我们的 缺夫之爱纪念馆 的旁边 我们在这里 呈现的是 南大卫 医师之后的 这些院长 历任的院长 的攻击 我们以现代化 国际化 系统化 去呈现 张鸡 永续发展的 历史跟成就 第五站 是在 卫乙 卫乙 儿童医院 旁边的 这个 公园 这个是 五马懿 纪念公园 我们要纪念 五马懿姑娘 吴师奉献 为这个 我们台湾 所付出的 爱心 她连 去世了 都还 留在台湾 我们每一年 跟院长 副院长 护理部主任 等等 院幕部的主任 我们每一年 都会去 为他们扫墓 当我第一次的时候 看到一位 二十六岁的 卢家敏 医师 一位是 二十八岁的 五马一姑娘 我当下 我真的 我气不成声 我想着 谁无父母 他们来到这个土地 没有再回去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在记刊里面 就写了一篇 所以 他们在墓别上 爱 永生同在 所以 为了什么 我想一切都是什么 爱 第六站是 位于我们 教学研究大楼的 张基艺文中心 我们精心策划 不同的展览 艺术创作 感谢神 我们的事工 越做越让人感动 我们的那个 生活美学馆 馆长 他说 之后 在他们那边 展览之后 这些展览 可以 有一些东西 可以移驾到我们的 我们的张基的 艺文中心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 有很 这样的地方 可以去陶冶 我们的嘛 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家属 身心灵 陶冶的好地方 接着 第七站是 位在向上大楼的 南大壁医师 跟的故事纪念馆 在那里 我们有 南大壁医师 的 所有他们 奉献给我们 八十一箱的文物 在那里 你可以去看到 南大壁医师 他的勤俭 传承 吸引奉献 还有 他在 教育上的贡献 在那里 你可以深刻的 去了解 张基 着传 发展的历史 带路大家 走入 第八站 第八站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 福茂大楼的 第下一楼 在那里 我们陈列着 树旺国际教育 跟海外 事工的 纪念馆 我们在那里 纪念 树旺 那树旺先生 他的家人 提供我们 那么漂亮的 大楼 所以我们建立了 树旺国际教育 跟海外 事工的 纪念馆 我们要让世界知道 张基是不断的在 仙人牺牲奉献的 根基上面 我们继续在什么 在创造历史 而且是勇敢 健稳健的 去走向世界 接着第九站 已经来到 二林了 这是我以 二林基督教育 基督教育 谢伟医师 纪念馆 他细数着 谢伟医生 医疗奉献 见证他 爱人舍己 并踏实 做事 感恩 做五难的 点点滴滴 第十站是 路东心灵修器 纪念馆 张基路东 基督教育 承喜仙人 加美德教宗 他们提供 以病人为中心的 一个服务 所以 在1972年的时候 当时南大毕医师 神经科医师 他体认到 教会应该 教会医院应该 以照顾弱势族群为主 所以 他就 第一个在 全国的综合医院中 将 神经科跟 精神科 独立 分别出来 所以 我们在那里 也成立了 路东心灵修器 纪念馆 接着 走了一趟 知信之旅的时候 肚子饿了 我们可以到 音乐和餐厅 音乐和餐厅 位于什么 中华路 我们中华路附近的 成名路上 在那里 集合了什么 美食 音乐 福音 所以 在那里 你也有不同的 一个感受 最后 带大家进入 南大卫夫妇 公共艺术 雕塑公园 在哪里 在我们附近的 成功公园 在那里 有一个巨石的 石碑呈现 有南大卫医师 跟连马玉 女士的雕塑 还有马太福音的 金具在那边 所以 透过这样的 公共艺术的设置 我们吸引 更多更多人 在公园里面 去修气 欣赏 也唤醒 民众 对 南大卫夫妇 在台湾的 感人的 一个点点滴滴 所以 感谢 我们不断的 在努力 所以我们获得 文化部 博物馆推展的计划 我们希望 也借着政府的力量 我们将我们的 国际文史园区 行销出去 让世界都能走进来 认识并亲近它 让张机昂首地走出去 走向世界 我们要缔造 更辉煌的历史 现在 我要带大家 进入 十二个文史园区 你看了之后 你一定要亲身的 来走一趟 这个居信之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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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现在我要来介绍中部的医疗室 中部的医疗室是从卢嘉敏医师开始的 他从大社设立了诊所 可是不幸的是两年之后 卢嘉敏医师罹患了伤害去世了 当时候中部没有医疗 南大卢医师那时候从爱丁堡医学院毕业了 所以1895年他开始启程来到台湾这个地方 1896年跟美坚物母师一起设立了彰化基督教医院 主要他们是借着医疗要把福音传递出去 所以彰化基督教医院已超过了百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医院 所以留下非常非常多的文物 所以我们设立有12个文史园区 现在我要带大家来参观我们这12个文史园区 首先来到的是张基创始纪念馆 这里是张基创始的起点 也是张基文史园区的第一站 当时的兰大卫医生在修巴伯博士的鼓励下 前来台湾接续宣教师卢嘉敏医生的职务 因此在1896年才有了张化基督教医院的诞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手术器械与相关建材 更可以看到当时外籍宣教师们远渡重洋 来到台湾奉献的感人故事 1907年的医馆建筑 委托了知名的造船师傅张帆先生设计建造 并使用了来自福建的福山梁木 青瓦琉璃与红砖 构建了两层式的建筑并设置了礼拜堂 医院改建之后 蓝大币医师请苏德风神父 于礼拜堂绘制耶稣为门徒洗脚图 这是每一位张基人所奉行无私奉献的精神 南郭总院大门前的卢嘉敏广场 设置有由雕刻家林献德教授 所雕塑的门徒洗脚作品 可说是张基医疗与奉献的精神描捕 卢嘉敏医生于1888年抵达台湾 可惜在1892年4月 不幸因感染伤寒而病逝 当时的他才年仅25岁 透过青年医师卢嘉敏奉献宝贵生命的故事 提醒每位张基人继续这样的文化传承 也持续书写爱与奉献的历史 位于南校街的独特八角型教堂 是文史文化园区中让人动容的 蓝大卫夫妇切夫之爱纪念馆 里面展示的是蓝大卫医生夫妇与同工们 为信仰和医疗奉献的历史文物 里面也模拟了草窗医馆时的 手术房设备与病房 带着大家回到当时的医疗环境 蓝大卫医生于1895年来台接续 卢嘉敏医生医疗宣教的服务工作 奉献给了彰化地区将近40年的人生岁月 透过这些早期的医院历史文物 不论是以文字、照片等方式 或是蓝大卫医生亲笔手稿 包含了写给家人的信件 医院账目管理及治疗病患的笔记 都提供试人瞻仰与缅怀 蓝大卫医生的无私奉献 而蓝大卫医生夫人连玛玉女士 不仅协助蓝大卫医生分担了医院的工作 更是为台湾医疗树立了典范 成就出切肤之爱、崇高而感人的事迹 这是蓝大卫夫妇纪念馆 在这个馆里面有一则非常动人的故事 这个就是创业的蓝大卫医师 在1928年为了要救治一位 毫无选关系的小朋友周静耀 亲自割下他太太腿上的四块皮肤 移植到这个小朋友身上 后来这个小朋友被他们夫妇感动 现身读了神学院 在一次不到大会的时候 他说出了这整故事 他说蓝医生娘的皮肤 虽然没有贴在我的身上 可是永远贴在我的心上 蓝大卫医生夫妇在台湾的日子 感人的故事不断发生 两人例行上帝爱人的风范 影响了服务于张基医院的童工 也带给病患不只是 医术上面的减轻痛苦 更是犹如春风 时时抚过求医者或家属们的心 紧邻在切夫之爱纪念馆旁的 是张基院士发展馆 内容包含了历任院长的事迹 首创台湾护理教育的先河 推展公共卫生的事工等 并设立生命奉献纪念墙 以庄严 崇敬 美化 展示奉献者与器官捐赠者的攻击 展现尊重生命 爱人如己的精神 把爱与生命延续 同时也让器官捐赠的理念更加普及 也同时展览医院近代的历史发展记录 文物收藏 展示出张基人坚守这样的奉献精神与使命 继续为医疗勋教奉献补带 位于张基儿童医学大楼后方的乌玛玉纪念公园 是国内首座纪念护理人员的公园 应及护士乌玛玉来台奉献并长眠于此 其墓碑紧刻着他生前所说的一句话 因为爱我不愿离开永生同在 而最令人动容的是 其远在英国的父母 接获女儿的死讯后 把对女儿的思念化为奉献 以吴玛玉之名 捐赠张基一部无影照光灯 这也是台湾第一部手术房 专用的照光灯 让吴国界的爱心 永存在这块土地上 张基教学研究大楼一楼的张基艺文中心 透过精心策划展览的艺术创作 不论是绘画艺术 雕刻艺术 艺术品收藏展览等方式 提供民众欣赏人文艺术的空间 并同时也是成就心灵医疗的地方 接着来到的是位于张基向上大楼 四楼的蓝大壁医师 跟的故事纪念馆 这里收集了张基创办人蓝大卫医生之子 蓝大壁医生珍贵的文史资料 1914年出生的蓝大壁医生 承袭了父母亲切夫之爱的奉献精神 创立了张基的四大宗旨 医疗 传道 服务与教育 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以自己在彰化室翻射出身为荣 操着一口流利台语的他 不仅以英籍台湾人自称 更将我是彰化小孩这样的话 常常挂在嘴上 在跟的故事馆 我们可以看到蓝大壁医师 爱用的木质废子粉壳 生活区里收藏很多这类物件 如家具用品 手杂 照相机 大铜电锅等 让人可以透过这些用品 一窥蓝大壁医师生活的面貌 而这些文物都为蓝大壁的奉献台湾 留下最佳名证 纪念馆特别以根为设计主轴 在光廊与时光隧道区 则以图文方式诉说其幼年至老年历程 见证他一生对这块土地 与人民的贡献及简朴生活 也见证在张基丰富的历史中 灿烂辉煌的一夜 文化园区的第八站 树旺国际教育与海外事工纪念馆 将设在张基福茂大楼的一楼 该馆为纪念赖树旺先生家人 提供福茂宽广的发展原地 不仅拓展张基国际教育 与海外服务的层面 更展览技术张基近年 快速发展的事工与成就 让世界知道张基不断地在先人奉献牺牲的根基上 继续创造历史 并透过教育、医疗、传道、服务与研究这五项宗旨 发展出更健全的海外事工 让张基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 对彰化地区历史较熟知的朋友 或者是较为年长的长辈 一定都听过 南蒙马祖金 西蒙蓝一星的民间流传说法 由此可见 在彰化地区民众的心里 蓝一星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也因此 文史园区规划了在彰化市成功公园内的 蓝大卫公共艺术 一具史实碑呈现包含具符号性之十字架 马太福音异象 园区内的八块西石 更刻画有老照片与流传名言 传达蓝一生夫妇切夫之爱的伟大情操 也希望透过公共艺术的设置 吸引更多人到公园游戚欣赏 重新唤起民众对这段历史的感动 也将彰化人最引以为傲的史实 继续流传 文史园区的地史站 是位于彰化二龄的谢伟医师纪念馆 被称为台湾史怀者的谢伟医师 出生于医生家庭 选择以医治心灵及身体病痛为职制 他早年在南投山山免费行医 以及后来协助五脚病医疗救助 并成立恶灵基督教医院 为了信仰与台湾人民的医疗事业 关心别人的幸福比自己还多 就像是愚人一般 然而与神同工的精神 或许在上帝的眼里 他们都是替天行道之人 谢伟在世上虽然只有短暂五十五年 但却活出精彩丰富的生命 在展馆的规划设计上 是希望建构成一个有品质的多功能纪念大厅 提供心灵奉献信仰典范的展览馆 将临海乡镇的医疗宣教文史 及惨淡草创历程的文史汇整 并将文物做系统化的展示 张基路动院区承袭仙人家美的角宗 将提供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列为最高指导原则 同时推动社区心理卫生教育 与提升医疗品质研究等 并承张基的优良传统与精神 前院长蓝大比医生 提任教会医院 应该以照顾弱势族群为主 岁于1972年2月 第一个在全国的综科医院中 将精神科独立成专门的科别 并与医院中其他的医疗系统 共同来照顾这些病人 陆东心灵修器纪念馆 让前来参观的民众 更能了解台湾人文精神 感受到上帝的爱 也感谢无私奉献的宣教师们的精神 最后要介绍的是位于中华院区附近 成林路上的音乐和餐厅 这里集合了音乐 美食及福音 创办人阮慧玲女士 为原父亲传福音的遗愿 Song River悠然诞生 餐点交由张基营养师团队经营 并借由亲职讲座 读书会 公益餐会 帮助社区弱势家庭及团体 并举办每周一次的 先知育言祷告咖啡活动 满意恩典气息 整个台湾的医疗就是这些 宣教师他们牺牲奉献所缔造的 所以张基也秉持着这样的精神 让张基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 我们更欢迎大家来到 张化族窍宴十二个温室园区 来做一趟知性自旅 我不知道这些宣教师们的 颠颠地地的典范 是不是打动你的心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全能的父神 感谢您 拆检宣教师们 历经艰辛万难 远渡重阳来到 弗摩萨这块土地 他们借着医疗与福音 拯救了台湾这块土地 洗洗多多人的生命跟灵魂 也带领我们进入永生的国度 我们看到仙教师们 勇敢接受神的呼召 他们的加美脚中 是何等的甜美 在现今歪七贝里的世代当中 燕领的脚中成为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主耶稣 我们的心将不再隐藏 我们愿意完全摆上 更念主祢的爱来浇灌我们 让我们在爱中得释放 主耶稣 在祢爱的怀抱当中 我们愿意降服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明求 阿们